好的,我们继续来联系香港的刘和平先生 刘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就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会见韩国后任总统朴景慧的同一天 日韩之间也举行了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 那您又是如何来看待中日两国同时对韩国发动外交攻势的现象呢? 确实啊,自从安倍上台以来 日本在外交领域向中国发动了一轮全面而又进覆疯狂的外交攻势 击覆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包括东南亚、印度、俄罗斯、韩国、朝鲜、台湾 甚至是蒙古共和国都被纳入了日本挖中国墙角的对象 不过我仍然认为啊,安倍在外交上面采取全面初期的战术 只能反映出日本乱了阵脚、放了神 这种遍地播种的做法最后肯定会落得个颗粒无收的下场 在这场中日外交博弈阵中 从亚太地区来看,决定全局,关键是在美国 而从中国大陆周边地区来看 决定中日博弈胜负关键的又在于台湾、韩国、俄罗斯等三个主战场 早在两年以前,我曾经就呼吁过 要想遏制住日本的盲动 在东北亚地区博弈中取得优势 中国必须要想方设法拉住韩国 现在看来啊,在两年之后中国终于出手了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中日外交博弈 那您觉得在中日争夺韩国的外交战当中 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我认为虽然不能说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是非常明显,胜利的天平已经在向中国冲鞋 因为在中日韩三方博弈中 中韩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分歧 两国在历史,东凯化界,维护二争以后是些次序 维护岛屿主权,促进经济合作等等 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有着相当一致的共识 而且这个共识啊,近年来还在不断的增强当中 而反过来看,中韩之间的共识 就是中日或者韩日之间的巨大分歧 而且这个分歧啊,竟在越来越大 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和无法扭转的大趋势 当前啊,日本唯一能够拉住韩国的牌 就在于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后台老板 美国 而美国能够拉住韩国 防止日韩走向对抗的牌 就在于朝鲜 韩国正是因为担心朝鲜的武装进攻 才会被迫倒向美国的怀抱 假如没有来自朝鲜的威胁 假如朝鲜半岛双方 能够迈向和平统一的进程 韩国就可以不离美国 甚至把美国大兵赶出朝鲜半岛 而韩国连美国都不理了 就更不用尿日本了 而纵观六方会谈的所有国家 在稳定住朝鲜的情绪 促进半岛和平 甚至是促进半岛双方实现统一方面 恰恰又只有中国可以发挥出 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 换句话说 假如中国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消除韩国的余力与恐惧 从而让韩国逐步摆脱对美日的依赖 更加亲近中国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的思路就可以理得更加清楚了 那就是 中日外交博弈的关键在于韩国的取态 韩国导向哪边的关键 又在于中国如何处理朝鲜问题 我相信 接下来如何解决处理朝鲜问题 正是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会见朴景辉的时间 超出原本规划的原因 这也就意识着 未来中国的对朝政策 将会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调整 那既然朝鲜问题是中国拉住韩国的抓手 那您觉得中国会如何来处理中朝韩三边的关系呢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也非常微妙的问题 假如中国改变了过去的挺朝鲜做法 将重心偏向了韩国一方 那有可能会引起朝鲜的反感 甚至导致中朝关系出现问题 使得中国彻底失去朝鲜这个抓手 因此如何在其中取得适当的平衡 是一个高难度的外交动作 其难度甚至不亚于杂技中的走钢丝表演 为此我提出几个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个是 中国必须要在认清当前东北亚和亚太局势非常紧张 形势非常紧张的基础上 从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 而不是让某个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 第二个是 中国看问题不能只是关注某一个国家 或者是某一个点 而是要从全局来看问题 同时不能只看到眼前 而应该看到几十年 一百年之后的朝鲜半岛 东北亚和亚太局势 到时朝鲜和东北亚的局势 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 那么第三个是 在朝鲜半岛两个国家 两种制度两个意识形态 尖锐对立的情况下 中国与其偏向于哪一方 哪一个政权 不如将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 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的朝鲜半岛政策 应该是促使半岛双方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促使半岛的双方共同发展进步 以及促进半岛双方逐步走向和平统一 我想这种本着善心 从大局出发的半岛政策 既不会过分得罪朝鲜 也容易取得韩国的理解 好的也谢谢刘先生 跟我们共同在线 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